科技現在這麼迅速發達 很多企業都給予很多資訊去衝擊 但最大的好處就是需要有一個智慧 如何定義快勝利或應該怎樣去 不是因為別人的競爭對手做 而是必須要做 要斷定哪條路或怎樣去做轉型 是對貴公司最合適的 我們身為一個舊時傳統的會計師樓 我們自己不斷都要去轉型 因為客戶對我們的需求也有很大的轉變 或者對我們的將來幫我們服務的模式 比我們過往去做的事其實是有很大的差別 我們在做內部的調整轉型 不但帶著現有的員工一起去 將創新的理念迎接將來 以前可能我們會有鐵飯碗的心態 做幾十年 現在年輕人很可能他每一兩年會轉一次工 對於僱主要給他的exposure 條件等等 他是很獨特的要求 所以我們吸納一些新血 或者一些比較年輕的一派 我們要懂得如何去靈活的平衡 未必就算給不到工作人員的平衡 起碼要有工作人員的動力 是否一定要困制他在工作 一定要在辦公室呢 或者我們有些渠道有些彈性 例如他可能是有空白日 但期間他想要多留在這個地方幾天 但可能他工作遙遠地從家 或者他有一間媽媽有兩個身份兒 但他需要有一個工作從家的記錄 因為他住得太遠 所以我相信身為一個稱職 或者一個負責任的僱主 是需要兼顧員工這些要求 需求 人力资源在企业转变期间 其实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你会想到企业的转型 其实需要什么人力资源的配套呢 这个就正正是HR和企业之间 做了一个好的商业业业业业 所以HR是在新世代转型的旅程里面 可以扮演一个非常好的领导角色